众所周知 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 还没有正式官宣春季反共一发起 但从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的言语中 这场酝酿已久的春季攻势已经悄悄展开 结合厄乌双方的消息来看 乌军确实在巴赫木特·库皮扬斯克·洪利曼·赫尔松等方向 均发起较大规模以及较高频次的积极进攻 至于乌克兰为何还没有官宣此事 作者认为基辅当局是想先试试水 看看反攻的可能性 不官宣进攻开始意味着也不需要官宣进攻失败 在过去的文章中作者讲过 越是春季攻势愈演愈烈 越能展现出巴赫木特在当下的重要性 巴赫木特作为顿巴斯地区的关键枢纽性城市 不仅掌握着关键公里 还掌握着关键铁路干线 所以谁能拿到巴赫木特的控制权 等于掌握了顿巴斯局势的主动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已经消失很久的俄军突然重回巴赫木特 配合瓦格纳雇佣军集团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攻势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军近期对巴赫木特的无军残余部队发动了大规模轰炸 值得注意的是 俄军开始积极使用重量达到半吨的 UPEP500华翔式航空校正炸弹 不仅如此 俄军还大量使用了 ODAB500云爆弹 了解军事装备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种弹药可以轻松摧毁战壕和堡垒 一般情况下 遇到这种炸弹袭击连受伤的可能性都不会有 结局就是直接牺牲 军事专家马特维丘克对此表示 随着大量俄军云爆弹从天而降 前线乌军的阵亡数量正在乘几核式飙升 看来俄军是想在乌军宣布发起反攻之前 展示一下自己的空军实力 这也是对西方集团的一次警告 意图就是告诉美欧国家 他们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越多 乌克兰士兵的损失就会越大 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猜测 那就是俄军目前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所以也不再藏弹药了 直接动用压箱底弹药对乌克兰下狠手 目的就是快速拿下巴赫木特转攻为首 在作者看来 俄军近期的举动有些出乎意料 无论是在国际上与西方的博弈战中 还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军事对抗中 俄军都在想方设法拿到所谓的主动权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 俄军源源不断地后进将会帮助俄军愈发强大 一旦乌军弹药库和补给战 被俄军频繁精准轰炸 那么推到前线的12个旅籍作战单位 将会毫无战斗力 乌军所谓的春季大反攻 可能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要宣布结束